三寨探望十六 殺女友粉絲 出獄再犯案 再出獄再犯案 2008年10月17日夜晚 劉嘉玲進入屯門利保商場 一間蠢物店 與呂店員說 想買倉主給兒女玩 呂店員在大陸店入面 彈倉樹的時候 劉嘉玲拿去刪刀 指甲呂店員 背一條頸 白了一條鐵面一巴 劫走了2500元 三日後 十五歲女學生放學回山寺預鎖鎮 女生被尾處於劉嘉玲 在家門口亮刀拿結 女生交出八十元之後 劉嘉玲要求入屋 但不成功 劉嘉玲逼女生去樓梯 撫摸女生胸部 伸手入女生的褲裏面飛禮 摸了女生的褲 逼女生和她手淫 張陽具在女生下體外面磨擦 到射精到女生的校群上面 再紮著女生雙手 劉嘉玲逃走了 2008年3月13日 劉嘉玲向屯門一個女地產代理 說想租樓 女地產代理登記了她的身份證之後 帶她去看樓 在屯門市廣場一個單位看樓時 劉嘉玲亮刀打結 威逼女地產代理剝殺 女地產代理剝了外套之後 趁機逃離現場 劉嘉玲在後面追 兩個人在糾纏之後 劉嘉玲逃走了 女地產代理左手掌被割傷 稍後去警署報案 劉嘉玲看樓之前 留到她的身份證資料 警方在案發第二天將她拘捕 在她的住室中 找到行劫用的山果刀 探員翻查資料發現 劉嘉玲是認滿莫式的殺人犯 劉嘉玲只有中三程度 1990年 當年18歲的劉嘉玲 私嫌和未滿16歲的女子非法性交 後來和那個少女結婚 獲得無條件釋放 1992年 劉嘉玲妻子生了兒子 1996年 兩人離婚 兒子交給劉嘉玲撫養 1997年 劉嘉玲做酒樓侍應時 在酒樓開後 年僅15歲的劉寶儀 兩人拍拖 第二年 基本16歲的劉寶儀 生了女兒 兩個人在沙田的原村 榮祟樓五二六室同居 1999年 12月22日凌晨2點多 住在榮祟樓五二四室的鄧太 發人劉嘉玲住的單位冒出濃煙 他去到五二六室用力拍門 單位入面沒有人應門 這個時間 濃煙已經衝刺四周 鄧太報警求助 警察到場後 發人單位鐵閘扣上鎖頭 由消防員用工具破門入屋 用走廊消防後 向單位右邊起貨房間射水灌溝 消防員在房內 派一具燒焦了女性屍體 在房間的門外 有四個充滿火水味的玻璃瓶 起貨單位即隔開了兩間板間房 殯屍地點是放置閘門的房間 單位大門和門窗都沒有被叫位行跡 女死者都沒有痛苦掙扎跡象 在現場環境推測 警方為案件另有別情 政府發驗所發驗師梁家安博士 到達現場時 已經很肯定死者不是自焚 梁家安博士和探員這樣說 自焚的人如果將火水照頭淋 上身會失敗很厲害 下身到背部都會燒到 這宗案的死者只是向天面燒焦了 反轉身就沒有怎樣燒到 死者被發驗時 四肢和頭部都是朝天 現場僵硬狀態 表面沒有掙扎痕跡 死者上面仍然滲入龍年的火水味 四肢曾在乘在火水的北京走空樽 或者訪門之外 以上總共情況和視頻不同 擺在驗屍之後 傷害死者已經死了幾天 應該是死後被焚屍 案件由沙田驅重案組跟進 探員屋裡找到傷水死者的銀包和手機 銀包裡有一張身份證 持有人是十七歲的女子劉寶儀 劉寶儀在沙田區一家連所識的食店 當收銀員 探員安排她的家人去臨房認屍 屍體已經不用燒焦了 劉寶儀的家人都難以辨認 只能夠單憑屍體外形初步確認身份 最終是用基因配對 證實死者就是劉寶儀 和劉寶儀同居劉嘉玲 案發之後不知去哪裡 喊完在沙田沙角村一家食店裡找到她 再帶回警署調查 劉嘉玲在警察之下說 沒有心捏死她 1999年12月18日 劉嘉玲當時已經世了很久 劉寶儀外出同一個男人看戲 劉嘉玲在街上碰見兩個人 藉此看看女友對人不忠 滿有酒夜劉嘉玲和劉寶儀回家後 劉寶儀很生氣地罵劉嘉玲不信她 跟蹤她 劉寶儀掌握劉嘉玲 劉嘉玲一路之下捏死她 殺人後後悔和害怕 怕坐牢而生去了子女 故弄懸虛 企圖掩飾殺人 劉嘉玲手上將屍體放入房間裡 換了屋單位所有門鎖 回到爸爸沙角村家 分別打電給劉寶儀的媽媽 劉寶儀的公司和她的朋友 跟她們說劉寶儀失蹤了 很急於找回她 劉嘉玲在紅龍居說 劉寶儀不見了 已經四天後覺得無法再隱瞞 在鎖上用火水中火燒屍滅跡 劉嘉玲其後被警方落案控以謀殺罪名 她的一對子女一直都交給爸爸照顧 劉嘉玲被捕後她的爸爸撤死了 一對小姑戳交由劉嘉玲的兄長代為照顧 2000年11月17日 29歲的劉嘉玲 在高院承認誤殺罪 法官聽取被告心理和背景報告 拘捕到12月11日判刑 劉嘉玲最終被判監10年 2006年8月出獄後 和另一個女人同居 2008年劉嘉玲在18日內多次犯案 2009年劉嘉玲被捕後 派上高等法院受審 承認3項搶劫和1項非禮罪名 法官判刑那時 嚴跡被告除了曾經干犯非法性交罪 由15殺罪曾經判監10年 2006年才放監 去年在短18日內連環犯案 案中涉及非禮的案情更加嚴重 被告曾在命令理隊剝衣令對方受到屈辱 重判又60年 虛辱後 劉嘉玲在受懲教署監管期間繼續犯案 2015年玩網上遊戲時 認識海景足店的聖蔡南職員 之後成為朋友 2017年10月6日中午 劉嘉玲去海景足店 趁聖蔡南職員短暫離開時 在店內的角樓 聖蔡南職員未上梳選的角樓 偷走了 床有84,200元的腰包 之後離開了 這些錢是足店兩天營業牌 2017年10月27日中午 劉嘉玲去尖沙咀保立行法力大廈的單位 趁一鳳流 聖觀鳳姐開門送走客人那陣 進入鳳姐單位 用刀航著鳳姐的頸 鳳姐受驚之下 加了3600元 劉嘉玲用索帶綁著鳳姐的雙手拇指 和雙腳拇指 用鳳姐的內褲 伸入鳳姐的口 最終逃離現場 2018年1月3日下載3點多 四眼有鬍鬍的劉嘉玲 去到尖沙咀金巴利道 香檳大廈B座8樓的單位 35歲聖張的鳳姐開門 劉嘉玲遲到洗劫聖張鳳姐 將鳳姐推入房間 用膠索帶 捏摸雙手拇指和雙腳拇指 略走500元和一部iPhone 6 Plus 為防鳳姐追出來呼喬 確令他脫衣 劉嘉玲煩冷時 都被閉路電視拍下過程 警方發出截圖 由詹姻警局重案組 根據天眼見店調查 第二天中午四點鐘 在旺角波蘭街和太子道西交界 拘捕劉嘉玲在警戒之下 承認犯案 劉嘉玲落網之後被控搶劫罪 2018年1月6日 帶上九龍城裁判法院應訊 被控兩項搶劫和一項盜竊罪 法庭書記在讀出控罪和詳情時 劉嘉玲三道表示 我想認罪行不行 裁判官即是叫他 傾取控罪和詳情 案件下到3月5日 以待警方早報調查 包括鑑證現場搜到煙頭 內褲和索帶 劉嘉玲暫時無需答辯 還下警方看管 2019年5月16日 劉嘉玲一共有六項案底 代表律師 替他求情時說 被告被捕時 即將所有事和盤托出 一早已表示認罪 至省了法庭時間和工廠 這宗案的暴力程度 不及同類案件那麼嚴重 涉到性工作者 不用出情作供 不用被傳媒拍照 在這方面是有道德的 法官斥責劉嘉玲 以單身性工作者為目標 行為卑劣耐弱 被告用山果刀行劫 使用暴力捆綁事主 用衣物塞對方的口 被告趁住店職員不小心 偷取店內財物 這黨做法等同出賣朋友 法官就說 這宗案 涉及闖入施宅 用武器指壓事主 綜綁事主 用衣物塞口 有一定嚴重性 被告已有同類案底 誤殺案底 涉及暴力 盜竊腰包案件 涉款超過8萬元 可以說很嚴重 被告在2015年7月出獄到2018年1月期間 受懲教署監管期間 干販多案目無法紀 考慮被告認罪 盜竊罪判監10個月 兩項搶劫 各判監5年2個月 部份刑期同期執行 判入獄6年8個月 劉嘉寧消息旅友的沙庭悉原村榮稅樓 2020年9月24日下午4時 寧原村保安員在榮稅樓巡邏期間 發五樓其中的單位冒煙發生火警 女生敲稅火警鐘玻璃及報警 屋邨辦事職員隨即趕往現場跟進 協助居民疏散 消防部場開後灌溝 希望單位不斷有濃煙噴出 單位裏有婦人用毛巾掩住口臂 危了窗口邊的浪三架代救 整個臉被煙昏黑 情況危急 代救期間消防員向她射水降溫 下午4時45分 消防員進入單位裏面營救 消防員和老虎戴上面罩後 將她救出 希望單位裏有隻手曾伸出內頭的台壁外面 晚上7點 消防員在火牆那裏 分為一具藍紙屍體 消防疏散大約200個住客到安全地方 火警裏面有4個人需要送染 事件造成一死五傷 傷子年齡介乎70歲到90歲 新界東消防區長洪曹木說 起火單位裏面派人助研劑 相信火警起因有可疑 演張案件交給警方跟進 山田警區刑事總督察 潘洛謙又說火警裏面 37歲姓陳的男死者是沒有職業的 但有抑溫和操狂經8年 死者94歲的祖母在榮帥樓住了20年 他有6年前申請內地兒子來香港團聚 兒子來了香港之後 大約4年前申請的妻子來香港 死者2年前由內地來香港 和父母和祖母一起住 火警發生之前 或是死者情緒病發 和媽媽和祖母發生爭執 用煮食鑊打傷祖母 他媽媽和祖母先後離開的單位 過了沒多久 鄰居在單位裏面 存在敲打木頭和打敗玻璃的聲音 單位隨即發生火警 洩洞的家庭是沒有家暴紀錄的 死者身體沒有表現傷痕 死因有待法醫解否確認 檢案裏面發人助言劑 要調查是否與火警有關 案件暫時定為火警和屍體發現處理 由沙田重案組第一隊跟進